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2月23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136 收盘价是125.35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36.63 最低价是到达了122.26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14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 当日的成交量是2.1亿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31倍量增 K低值 开口变小 双线合拢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 那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虽然它是双线合拢 好像是下行的走势在减弱 但是这个双线合拢是由于快线的顿化而产生的 所以目前这个股价依然是继续下行的一个走势 好我们来看MACD MACD开口增大双线下行 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空头的趋势在增强 好我们来看K线信息 在12月22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含下影线的长红K线 它是一根下跌的K线 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 当日又抱有大的成交量 我们说在当日应该是股价跌升之后啊 有多单进场而留下这样的一个下影线 那在这样一个K线 在相对低档的位置又出现大的成交量 要注意日后有可能会出现止跌反弹 好这是K线信息的解读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好那我们今天先来看股价的反弹上行 那说出现含有下影线的长红实体 K线日后又带有大的成交量 日后呢有可能会要出现反弹 那它出现反弹的目标呢 我们要给出一个值 就是这样的一个实体部分的50%的成本线 是在130这个位置 我们先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 好 我们把它下意 好130 对那如果在12月23日当日盘中股价能够占上130呢 我们说这个股价后续才能够继续向上 如果继续向上日后能够占上 对接下来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占上5日均线值 对于12月23日来说是在134到136之间 那136呢正好和这根K线的最高是重合的 所以我们下意这个水平线 这是它的第二个目标 这是它的第二个目标 那如果能够占上这个目标呢 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占上10日均线值 那对于12月23日来说呢 是在146到147之间 把这水平线下移到146这个位置 好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上方股价如果反弹的话 是有这样三个目标位的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跌下行 对股价如果下行 它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要跌破前低 加一条水平线 在前低这个位置 好 好 那么 我们说只要股价不跌破这个前低啊 那它很容易会出现反弹的 说如果在盘中股价跌破了这个前低呢 那我们说下方我们要给出一个 再给出一个目标位 股价下行的目标将是100关 我们把图缩小然后把这个线加上 好现在如果按照目前股价下行的趋势啊 这个要跌破100关口的这个趋势啊已经越来越明朗了 对所以我们说下行的目标就是前低122接下来是100关口 我们说在122.26下方啊都是支撑位 对预支撑股价肯定会出现止跌反弹 对 好 我们说的是预支撑如果不在下跌的情况下会止跌反弹 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的几个点位 那接下来我们给出12月2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是134到136在这个区域 当日新生成的五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区域 对 那第二个压力位是在141是这根k线的最高 然后接下来上方的压力就是146到147 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 我们说这是上方的三个压力位 那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前低是122.26 接下来的一个支撑呢 那我们说下方每一个点位都是强支撑 对 也就是预强支撑如果不在下跌股价会出现止跌反弹 对 好 那么我们那这样我们也给出一个下方的支撑就是100吧 嗯 对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12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那我们预测呢 股价会出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 那出现小幅的反弹呢它一定是一个高开盘 然后呢股价在盘中最低会到达125 最高会到达136收盘会收在132附近 对这是第一个可能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 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 那如果出现继续下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25 最低下方会到达117 然后收盘会收在119附近 好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2月23日走势的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那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说声抱歉 由于前两日啊我出现了一个高烧的症状 所以呢连续两天没有做视频 也没有来得及呢在这个会员区或者说是我们的留言处呢给大家信息 所以向大家表示抱歉 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呢 我觉得我现在状态在恢复 我们会继续持续的更新视频 我们持续的关注特斯拉股价的走势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非常抱歉 谢谢大家